您说的丁大华 是大华集团的董事长 大华集团现在公开的总资产 就有二十多个亿 那你把相关资料整理出来 给我放过来 您就是韩律师啊 嗯 我就是找你来了 那你有预约吗 咋还预约 我大厅这就来了 沐鸣儿了 这 总问 坐 坐 老人家 您是打算办什么案子 离婚 离 离婚 你这都多大岁数了 你还离婚 你就凑我这儿过吧 不是俺呢 是俺闺女 那你闺女怎么没来啊 我闺女啊 不是 这样啊 老人家 我们呢 是律师 不是兽医 没法包治百病 而且我们这业务 是有分工的 像我这种级别的 一般只办非诉案件 像比如说什么 知识产权受理啊 什么法律顾问啊 合同审查啊 你说这个离婚这案子 我很多年没办了 这样吧 下次让你闺女自己来 那前台会给她买个律师 我给你说 这 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了 小河 送一下 韩律师 咋这就走了呢 奶奶 还没说完呢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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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事是干啥呀这 奶奶您别着急 您不着急撑吗 半句话都没说完呢 他就走了 这是瞧不清人呢 不是 奶奶 你说还找他干啥呀 韩律师 韩律师 真的有事 他真的有事 您先歇一会儿 您在这坐一下 我给您倒杯水 您别着急 好吧 里面有两个人等他呢 他这真的有事 您有什么事 您可以跟我先说 您 您有事啊 对 真的 这真有事 你说说啊 奶奶 您别着急 这不上说话呀这是 别着急 您先喝口水 好 有什么事 您先跟我说说呗 您也是律师 我是韩主任的徒弟 是实习律师 不过您跟我说 我转达给他是一样的 重感 那 俺总跟你说说 嗯 是这么回的事 俺那鬼女啊 她没有福啊 自她嫁给那丁达花以后啊 一天好日子少不少 都没过过来了 当初她没发达的时候 俺鬼女跟着她受苦受累 啥都不说 后来她住监狱了 她蹲监狱了 你知道不 俺鬼女啊 在家里头 给她伺候老的 养着小的 那做一个男的 现在倒好 她发达了 要把俺鬼女扫地出门 精神出户啊 要把那家产呢 全都给她那小狐狸精 你说天底下 咋有这样的事呢 她这不是个人呢 奶奶 我想先问一下 您说的丁大华 是大华集团的董事长 不是她 还有谁 奶奶 您放心 您闺女这件事 我们律所一定帮她讨回公道 我现在去帮您找一个 熟悉这类案件的律师 您看可以吗 闺女 您让俺咋谢您好啊 没有 奶奶 您别担心 稍等我一下 我现在找她过来 冲 嗯 别着急啊 师兄 大华集团董事长 丁大华的岳母来了 说是有了小三 要把原配踢出门 快去看看 你等等 天哪 大华集团现在资产已经过了 二十亿了 这官司有得大 星云啊 你的三分球寄回来了啊 快去 是我们 韩主任说这次她不做 再来一起做 快点 老太太等着呢 奶奶 这是我们所的资深律师 姓关 叫关涛 最擅长就是打离婚官司了 你好 奶奶 关律师 那次我麻烦你了 应该的 来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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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坐一下 关律师 我看着奶奶可亲了 而且奶奶这次过来 没跟闺女说 就是想咨询一下 您看这个咨询费 是不是可以考虑不要了 按规定呢 谁要收呢 那怎么收呗 俺们不差这点钱呢 不是钱的事 奶奶 主要是 我们收了您的钱 就好像这案子 您一定得委托给我们似的 可如果到时候 您闺女和您意见不一致 就怕您为难 关律师 星云啊 你先别跟所里说 我跟奶奶随便谈谈 就当是聊天了 我收您的钱 这当律师啊 不能只掉在前眼里 奶奶 您方便 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吗 那方便 方便 今天哪 还碰上好人嘞 好 主任 您现在有空吗 我给您汇报件事 什么事这么重要啊 自从你当了这实习律师以后 还没见你对我这么尊重呢 那主任 您还让我跟您汇报吗 说吧 什么事啊 今天来的那个老太太 她是大华集团董事长 丁大华的岳母 丁大华有了新欢 想把原配扫地出门 正在转移财产 她岳母想让她女儿离婚 主任 大华集团现在公开的总资产 就有二十多个亿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你年轻人 你就得多历练 你说 你看我让你去 接触一下当事人 这马上就有提高 对吧 不是 赶紧 你把相关资料整理出来 给我放过来 好吧 主任 再怎么说 今天也是我把老太太留下来的 那这个案子 您是不是可以 带我跟您一起做 行 我有个考虑 你先把她那个联系方式给我 好吧 那主任这事 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小河 人老人家是 目我韩大律师之名来的 对吧 这刚才你也看见了 你说你作为我的实习律师 我安排你去跟当事人 去了解一下情况 这不应该的吗 你怎么还谈着条件来呢 我怎么敢跟您谈条件 我只是说 我这不是也刚入这行吗 这找到一个案子也实在是不容易 您就带着我做呗 行 我会有考虑的 你赶紧 赶紧先准备杂料去 谢谢主任 说简单也简单 说复杂也复杂 你们啊 有什么要求随时跟我们说 我们二次小时开机 对 为您服务 行啊 进去 好好好 喝水啊 喝喝喝 奶奶 您来了 奶奶 妈妈她妈呀 这就是让她跟你说的那个好闺女 你好 刚才呀 跟韩律师还大挺你来着 阿姨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何姓韵 是我的徒弟 大学刚毕业 就在我这儿实习呢 到目前为止呢 还没办过一个案子 要是平时啊 一般的离婚啊 我带她就办了 但是您这个 案情还是有一点点复杂 而且案值又比较大 当然了 您要是不介意的话 咱们可以让年轻人来练练手 那可不行啊 按着案子 可不能让人练手啊 行 明白了 您放心 小花啊 那法院刚才打电话了 催着去拿船票 你怎么回事啊 到现在没拿 赶紧去人当事还等着呢 韩主任 您这不是在分析案情吗 我学习学习总可以吧 我平时怎么教育你的 当事人的利益 永远要放在第一位 你赶紧去吧 别人等急了 去去去 奶奶再见